确诊者自主填报问卷系统上线 确诊者在收到PCR检测阳性通报检讯后 自行回报接触时 医疗人员就会依此检核进一步匡列 缩短人员疫调作业时间 中央目前法传系统大部分都在塞车 很多市民反映说自己PCR阳性 或者是接到医院的通知确诊之后 但是没有接获卫生局或关怀中心的电话 所以他们都很困扰也会打电话来 那我们为了减少这些确诊者的恐慌 还有加速一些医疗的作业 那今天开始上线的就是我们台北市的 COVID-19确诊者自主填报的问卷系统 台北市的医院从今天开始 它会在COVID-19的PCR检验报告出炉以后 会在第一个时间发送一个简讯 通知居住在台北市的PCR阳性个案 比如它的居住地是填台北市的PCR阳性个案 就会接到我们的简讯通知 那请这些确诊者上网去填报 自主回报它的姓名年龄 还有接触者接触的日期 它有没有适当的防护 还有接触者它的居住地 联络方式等资讯 所以这些资讯填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协助 等于是协助我们的卫生局 还有关怀中心 加速展开后续的防疫跟照顾工作 那也等于相对的是帮我们先把疫调做完 那上网填报之后呢 系统会产出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就会传到我们后勤 那我们就会开始进行后勤的作业 那减少疫调人力的成本 来增加疫调的效率 那每一天上千例的话 这个疫调等到资料到我们手上 等到我们疫调人力打电话给他 每一个人要讲二三十分钟 去确认他的接触时 这些时间一个人一天 只能疫调20位到30位 所以就这个部分 你现在的案例量 的确是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这个简讯系统 可以大幅的降低 疫调人力的成本 也增加我们的效率 那这一次是使用台北市政府的 市民服务大平台的模组 那里面有一个缴费的流程 也是原来这个模组里面就有的 但这个服务是不用缴费 所以请大家直接点选下一步就可以了 那这个问卷是提供给台北市 确诊者来填写 是由医院端发出的 所以今天我们发出新闻稿以后 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媒体报道的标题 有直接帮我们加注 非确诊个案不要填写 所以感谢所有媒体朋友的协助 也谢谢大家发挥 媒体的社会责任 那我们整个国家的力量 在于国民全体 我们希望正确的资讯传递 就是帮助我们所有的防疫人员 确诊者 我们希望大家收到简讯之后 麻烦你自主上去填写 你所有的接触史 让我们能够及早的知道 你所接触的对象 我们也可以 尽速的给他一些区隔 跟相关的快塞剂 让他能够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所以台北市希望今天开始 所有接到PCR确诊的民众 都能够上 接到简讯之后 都可以上去填写你的相关资料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追踪到 你本人还有你的家人 或你的接触者 这样子的整个疫调系统 才会完整 师傅指出 由于问卷使用市民服务大平台 模组建制 个案填写完 进行身份验证后 会挑出缴费流程 这个为原内建模组 无需缴费 点选下一步步骤即可 由于问卷网页可以直接点入 呼吁非确诊者请勿填写 避免造成医疗人员负担 记者问卷台北报道